延商目前確定是137項項弄的開闢 因為已經有編列相關的預算 所以說公務局跟新公處那邊會依照它的既定的時程 會來辦理用地的取得 所以說至於相當開闢的時間 未來是盡量配合這個基地開發的時程 那所以說用地的取得大概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預算已經編列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有關於估價是這個部分 那估價是我們大概已經也簽諷市府核准了 就是說我們未來大概應該是八月份左右 會委託三家不動產估價是事務所 來辦理市價的查估 那查估的方式除了那個 徵收市價補償的方式以外 還有一個不動產技術規則的一個查估市價 那未來就是說由三家估價是事務所 的兩套估價模式一共有六套 會選擇最高 就總值最高的一份報告書 來跟各位地主進行那個試價的協議 那儘量就是說照顧到各位地主的權益 這個是剛剛簡報裡面 兩點的補充說明 那再來就是說依照我們目前的一個作業的時程 大概剛剛也提到就是說依照 要顧家事事務所來進行四家的查估 那以及就是說可能也要各位地主跟屋主的配合 大概這個工廳會開完以後 我們大概會在下個月初 會有一個地上屋的一個拆遷公告 那拆遷公告以後會有一個查估的一個通知 會寄給每個地主跟屋主 那未來就是說可能就是會到各位的補充 進行地上屋的查估 那整個查估完還有四家查估完以後 以及未來的那個聯合開發的一個分配比率 我們大概會在今年底 就是今年大概12月份左右 或者說明年初 那這時間會跟各位地主進行 所謂的那個協議架構的程序 那在協議架構會裡面大概未來會把 每位地主的一個市價的部分 還有地上屋的部分的金額 會給充分的會讓各位地主做了解 然後以及開發的可能的比例也會讓各位地主知道 那才可以讓各位地主能夠選擇就是說 到底要讓我們用一般的架構或選擇開發 或選擇徵收等等 才可以做一個更明確的一個選擇 那大概先補充到這邊 那假如是說因為地上的查估 我們原則上大概會委託那個 查估公司利用平常在進行 這個地上屋的查估作業 那如果說各位地主 或者屋主就是說 時間上許可或者說願意 及早讓我們進行作業的話 大概我們有一個專門主辦的黃工程師 大概讓各位知道就是說 可能就是說有需要的話 可以跟他這邊做個登記 那可以先進行做查估的動作 那如果說沒有特別登記的話 我們會依照我們排店的時程 那大概在7月下旬開始 會陸陸續到各位府上進行地上的查估 那這邊是補充到這邊 那我在想就是說 大概解報的內容 還有上次的一些意見的那個 陳述的部分大概都說明過了 那現在就是麻煩各位地主就是說 如果說對我們整個開發 或等等這些有任何的意見的話 包括上一次可能提到 就是說通風塑警的問題 如果說也需要再提出 我們做個說明的部分的話 那就麻煩各位地主可以提出來 我們緊張在現場做回答 甚至可以用書面的方式 寫個書面的意見 我們也可以 如果說現在沒辦法回答的話 大概我們也會會後 大概用那個 紀錄的方式會寄送給各位地主 讓各位地主了解我們的說明內容 大概先說明到這邊